王安石的改革主要内容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集中在复国 所谓复国就是怎么能把经济搞上去 第二个方面强兵怎么把部队搞上去 第三个方面叫取势 就是怎么去选拔官员 他的改革集中在这三个方面 可以说他抓住了主要矛盾主要问题 把一个国家搞好不就在这三个方面吗 第一把经济搞上去 第二武装力量整上去 这叫复国强兵 你只要经济搞得好 老百姓日子过得好 武装力量搞上去 没人敢欺负你 只有你欺负别人的份 就挺好了吗 那想做到这一点呢 公务员队伍官员队伍得整明白了 官员腐败也不行吗 那么这三个方面都搞好 这国家就好像基本就向好的方面发展了 可以说王安石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复国这个方面采取的措施 有若干项改革 第一项叫轻苗法 简单的说呀 轻苗就是这个地里长的庄稼 还是青的绿的 就是没成熟呢 王安石发现一个问题 当时老百姓贫困的原因 就经常青黄不接 每年二月到五月 青黄不接 今年新粮是还没打上来 老百姓呢 把去年旧粮食吃没了 那吃啥呀 没了 然后这个时候老百姓就不得不 借高利贷 借了高利贷之后 到新粮食打下来 然后就得拿这个 这粮食去还高利贷 那就得还利息啊 利息很重的 连本贷利还完了 剩的就不够吃了 吃到明年二月又没了 还得借高利贷 这么一年一年恶性循环 到最后就会导致高利贷还不上了 王后就把地压给人家了 我土地都地都整没了 地一旦整没 没有生活资料了 没有生活来源了 就打零工去了 这是老百姓贫困的重要原因 而且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 所以王安石想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法 他不是救济 不是免费的救济 那就政府压力太大了 他从经济的角度 想出来解决问题方法 咱别让老百姓借高利贷 政府贷款给你 你这时候吃不上饭怎么办 你可以跟政府申请贷款 政府贷款给你 政府贷款给你还不是无息的 还有利息 每半年二分利三分利 这样的话 政府也能增加收入 老百姓也能不受高利贷盘剥 这不是双赢的事吗 这叫轻描法 王安石想出来的第一个措施 出发点是好的 用来今天话说 向农村 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 对吧 用来今天的话说 就这么一个事吗 为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 政府提供低息贷款 大家要注意到 一千年前 一千年前王安石能想到 这样的解决问题方法 这个思维 这个意识多么超前 一千年前就能想到 靠政府低息贷款 解决农民贫困问题 放到今天 这想法也不落后 这意识相当超前 但这个方案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效果不好 为啥被地方官给干走样了 再好的政策 也得有个好人去执行 王安石这政策出行之后 得靠地方官去落实 不能他一个人去落实 这些地方官落实的时候 就把这政策干走样了 很多地方官 脑子里的形式是啥呢 能不能收回来我贷款 咱们今天银行 也考虑这问题 是不是会死账 说这农民他都穷的 吃不上饭了 我现在贷款 到秋天他还不上 怎么办 政府的钱 不是我的钱 我拿政府钱贷给他了 等到秋天他还不上 我咋报账啊 我咋跟皇上解释 这钱弄哪去了 在以为我贪污了 所以这地方官 执行的时候 他想一招 他专门给贷款 给付户 用我们今天话说 有偿还能力的 但是有偿还能力 这个不需要啊 他根本不需要贷款 最后就变成 地方官逼着他贷款 每年政府有额度 这钱下来了 说需要庆苗法 给你这个县这么多钱 你到处得贷出去 完到秋天再收回来 然后地方官 接了这笔钱之后 就把当地 最富这些家 都谁家有钱 召集他们开会 然后摊派 你贷多少 你再多你再多二分裂 你三分裂到秋天还 总派出去了 真正需要的贫苦农民 代表不想贷款 这些富户被摊派 往后等于加税了 这富人也叫 不仅求人 没捞着实惠 富人还惹麻烦了 说我不用钱的 我不用钱 你非得给我一笔钱 然后秋天拿回去 还得二分裂三分裂 这不等于逼着我拿钱吗 后来为什么很多人反对新法 不是这法不好 执行的过程当中出毛病了 有这个问题 第二项 木议法 也叫免议法 原来按规定 老百姓按户轮流服劳役 就政府的很多工作 它不是由政府公务员 在港在边人员完成 而是临时由老百姓来义务的当差 按家轮 按家往下轮 比方说你家十天 你家十天 你们家就必须出个人 到县政府这来当差 免费的 不开工资 啥都不管 这是你义务 每到指定时候 你们家得出个人来义务 给政府打工来 但干啥工作 不一定 看政府当时有啥工作 派啥活算啥活 然后你这个 这个贪啥活就得看命了 你要说你当差这十天 挺好 政府那活吧相对简单 比如说让你送个信 从宽城区送到朝阳区 是不是 就这类似的活 现在需要哪块清扫下尾声 这你捡着 你要正敢你当差这时候来一大活 现在政府需要派人上新疆去送唐信 你去吧 这就麻烦了 是吧 半年回不来 这个劳动工作 差异很大 而且影响老百姓的这个生产生活 那么王安石想个办法 叫木议法 就是你们这些家不用你们当差了 当然你愿意当差也可以 你还接着轮差 你说我不想轮 不想轮好办 你出一笔钱 然后以后政府不找你了 这事这活不用你了 你出钱免 然后政府拿这钱 雇人干这活 这叫木议法 它的出发点 也是降低老百姓的负担 你不想当差没问题 你交点钱 然后政府呢 工作也别耽误了 我政府拿你交这钱 我雇个人来干这事 这个想法也很先进的 不搞什么摊派 不搞什么劳役 我统统的改雇佣制 工资制 雇佣制 这个想法也很先进的 所以后来 到新法取消的时候 连这一条都取消了 王安石才有所感慨 说这个木议法 还有什么弊端吗 怎么连这个都取消了 那么下面两项 是针对农业生产的 方田军税法 主要内容 就倾账土地 按五收税 因为古代国家的 主要税收 就是土地税 土地税 按规矩来讲 这个地是谁的 谁交税 但是宋朝建立一百多年 这项制度 就已经整得有点乱了 有钱人家 想办法 瞒报土地 我参加有一百请土地 他跟政府上报的时候 他就报四十请 那六十请 他都想办法瞒 我没那么多地 然后他少交税 政府这个税收受到影响 所以王安石要查清土地 把税搞平均了 因为还有一种情况 就卖地 这本来这地是我的 这地出的税得我出 现在我家穷 我把这地卖给他了 卖完之后 他家里朝廷有人 他买完这地吧 他不过户 政府没登记 他没过户 实际这地我都卖给他了 但政府那个登记里头 没过户 还在我名下 最后政府不跟他要税 跟我要税 他上面有人 他能搞定 我没人 政府逼着我出税 这就不合理了 所以王安石要清账土地 他很了解有这个弊端 我土地核实 这地到底有多少亩 都在谁名下 都是谁家的 按捕收税 这要体现一个社会公正 反对 偷税漏税 农田水利法 鼓励墾荒 鼓励兴修水利 政府扶植水利工程 中国古代是农业国家 农业发展如何 那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水平 所以王安石注意到这一点 就发展农业 发展农业最重要的 得兴修水利 这是他经济方面的改革 复果的政策 复果政策 还有两点 极其特殊 涉及到贸易 商品买卖 第一个叫示意法 他的出发点 他想平衡物价 王安石注意到 你这个比方说 粮食啊 今年要丰收了 那粮食价格一下就下来了 你明年受灾了 粮食价格一下就上去了 他这个对老百姓生活 造成补利影响 政府也没有好处 怎么办呢 王安石想个办法 你这东西要是太便宜了 政府收购 保证他价格不至于太低 政府把它存起来 等过两年 这东西贵了 涨了 政府这有 再卖出去 一方面政府能挣点钱 另外一方面 平衡物价 让市面上这物价 不至于大起大落 王安石已经注意到 用经济手段 来保证物价的稳定 这个思路 应该说放到今天也不落后 一千多年前 他已经注意到 这个物价不稳定 是一个大问题 那怎么办 你靠硬性规定 不好使 说就规定你这个商品 就这个价格 那不行 得靠经济手段调解 政府硬性规定不行 靠经济手段调解 你现在东西便宜 我大量收购 你价格就能稳定住 说这东西贵了 你哄抬物价 你囤积居其 哄抬物价 这东西一直涨价 我政府 网重卖 我手头有大量的 网重卖 说白了就 王安石这思路 我觉得他要炒股票 他都能是高手 股票不就这么回事吗 便宜时候买 贵时候卖 他的思维相当超前 用经济手段 来稳定物价 这个到今天 还是我们经济学 常采用的方法 用经济手段 来稳定物价 而且他意识到了 物价不能让他 有太大变化 否则的话 对国家 对百姓都没有益处 政府得把这事控制住 我们今天的政府 还在这个方面 下很大的力气 不能让这物价 变化太大 你说今天还我两块五 下月就六块八了 那就坏了 那这社会就要乱了 老百姓就不知道 自己一月挣多钱够过了 对吧 你上个月我日子过得挺好的 因为皇后两块五一斤 到下个月我还挣这些钱 皇后六块八了 发现我吃不起的 是不是 那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了 这个很重要 王安石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而且他要靠经济手段来调节 然后还能让政府有点收入 但这个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落实的也不好 这些地方官执行的时候 也给你整走样了 什么制度都得人去落实 他落实的时候 他就做不到 从物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有的地方官就琢磨着咋挣钱 然后这是业绩 你看给我这些本 过一年之后 我给你翻了一番 这是我伟大业绩 我给政府挣这么多钱 所以他就不是考虑平衡物价了 他就变成投机倒把 倒买倒卖了 反而加重了问题 所以这个在实行过程当中 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不是这个制度不好 还是那句话 执行的人有问题 最后一项叫军书法 也是要从经济手段 进行一种平衡和调节 因为当时规定 各地方要向中央提供物资的 那都有死规定的 你这个省这个县 你到时候给中央 每年提供多少多少东西 什么什么东西 提供多少量 都有规定的 王安师发现 这个是个问题 因为你年成不一样 物价不一样 你死规矩 说这个县你每年就是 就是八百斤大豆 这每年大豆那个 那个丰收不丰收 它价格变化比较大 然后你看这个县 大豆受灾了 这个地区大豆受灾了 价格非常高 按不一定 他必须送大豆 当地就得高价买大豆 给中央送去 旁边那个地方呢 今年大豆丰收 他贼贱 他那块不负责送大豆 他负责送稻子 让他稻子受灾了 这个就造成很大的困扰 所以王安石想个办法是啥呢 叫喜贵旧贱用尽一远 说第一项 这规定不是死的 先看看这东西哪便宜 说今年朝廷需要大豆 先看看哪地大豆便宜 哪便宜让哪进攻大豆 说这俩地方价格一样怎么办 用进出的 用离首都进出的 这叫用进一远 为啥用进出的 这大家都能理解 运输费低 王安石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用我们今天话说 用经济杠杆来调解政府统一采购 他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了 他不仅想到用经济手段 平衡市价 平衡物价 而且想到用经济手段 调解政府的统一采购 他这个思路太超前了 放到我们今天都不落后 那放到一千年前呢 可以说王安石太超前了 我认为他变法后来失败的 很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太超前了 大家都理解不上去 他太超前了 大家理解不上去 这是经济方面的政策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方面 强兵 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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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